好的,你看到全世界最贵价值的硬币 价值高达将近3亿台币 这是在美国在1933年发行的20元面额硬币 当年一共铸造了50万枚 不过现在只有13枚还留在市场 这个正面是美国象征白头鹰 背面是自由女神的20元硬币 如今的身价可是面额的35万倍 也就是700万美金 相当于3亿台币 1933年美国政府曾经铸造了大约50万枚 但由于碰上了经济大萧条 这批硬币根本没有机会流通到市面上 就直接溶解掉增加美国国库的黄金存量 这批硬币只有13枚侥幸逃过被溶解的命运 目前多半都留在官方或是博物馆 只有一枚是落入私人收藏 这次在英国的展览也是这枚硬币首度离开美国本土 踏上欧洲大陆